贫富差距的统计骗局 大家好,我是银娟,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夏文元创漫天雪798来自微信公众号漫天pdplus 现在统计数据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 似乎什么事儿不用几个数据和图表说事儿 就不够科学和精准 问题在于统计数据的背后是统计者的价值偏好 取决于他能不能用正确的理论去统计 统计数据是统计者先形成一定的概念和思维定式 然后先入为主的去寻找数据 如果有些数据不符合他的价值偏好和所谓的理论模型 他就不统计进来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维卡德 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 证明最低工资法并不会造成失业 反倒是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 他这么一搞 似乎要把价格原理和需求定律都要推翻了 可是他的统计方法是 搞了一个对照组 一组是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 另一组是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 于是他有了一个惊天的发现 那些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 不但工人工资高 而且就业率更明显高于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 但是他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幸存者偏差 他统计了那些实行了最低工资法之后 仍然在港的工人工资 而那些因最低工资法而失业的劳动者被他无视了 当我还是一个社民派的时候 看到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里说 资本主义加剧固有的收入不平等 所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现如今较贫穷的一半人口和过去一样贫穷 2010年他们的财富仅占总财富的5% 与1910年一样时 我曾经深信不疑 当他说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处在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结构的顶端时 我自然而然的相信了他的建议 可同样的实证数据清晰的揭示出 最底层的那些人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处于收入最低的阶层 其中有29%的最底层人后来成为最顶端的20%的一份子 而那些最富有的人只有在很短时间内占据最顶端 绝大多数都是从较低的岗位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 后来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技能 工资和财富就增长了 所以人群一直在流动 并没有不平等的结构 美国的有色人种促进会 NAACP经过统计发现黑人家庭的贫困率达到了22% 而白人家庭只有11% 因此得出结论 因为种族歧视 白人家庭收入是黑人家庭的两倍 可是另一项数据显示 已婚黑人家庭的贫困率要低于白人家庭 仅为7.5% 难道种族歧视 专门歧视 没有家庭的黑人吗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为什么要用家庭收入 而不是个人收入 作为统计单元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 底层的20%的家庭 有4000万人口 而顶层的20%家庭有7600万人口 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中 有收入的人口数 是最低的20%家庭的4倍 4个人工作 比一个人工作的家庭收入更高 有什么奇怪的 黑人的平均年龄远远低于白人 那么一个25岁的人 收入率大概低于45岁的人 这很奇怪吗 所以你说这种贫富差距统计 不是耍流氓 是什么 实际主义者最不实证 他们根本就不实证 自己不喜欢的数据 都是先打枪 再画靶子 脑子中已经有了一个结论 然后根据这个结论 去找数据 一找一个准 这些人不是在搞统计 他们是在搞政治 米莱为什么关闭了阿根廷的国家反歧视 筹外心底和种族主义研究所呢 就是因为这种机构接受税金的资助 然后他们必须千方百计 证明这个国家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和歧视问题 即便没有也要统计出来 有 因为不这样搞 就搞不到经费 就无法要挟阿根廷政府了 当下最大的数据生产和统计机构是谁呢 就是各国政府 它的所有统计都服务于自己干预经济的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的达成 数据成了他们手手里的橡皮泥 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 1960年代的香港财政司长郭伯伟直言 贫穷地区要脱贫 首要因废除统计部门 他认为对经济状况做统计十分危险 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做出干预 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 所以绝对不可以被统计数据所迷惑 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 是一种骗术 最根本的是统计数据不能揭示任何经济理论和规律 恰恰相反的是统计数据需要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 统计属于历史的范畴 揭示的是历史的静态的数据 而人的行动偏好变动不拘且面向未来 人的价值是主观的 它只能排序不能量化 既不能跨人际比较 也不能加总和平均 正如米塞斯所言 统计数据只属于经济史 而与经济理论无关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